代沟不存在 我是北风 还是太阳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未经他人事 莫论他人非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若经我苦 未必有我善 没想到如此简单的道理 曾经的我却做得如此差 从小父亲采取权威式教育 不像母亲与我之间的相处 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随年岁渐长 双亲之间的摩擦渐增 在我心中落下了许多负面阴影 父亲与我相谈甚少 一当双方有争执时 我总是站在母亲那方 完全没有客观的立场 因此对父亲的误解 越来越深 在我病苦最严重的那几年 父亲无怨无悔 任劳任怨照顾我 虽然我内心深深受到感动 但不知为何 总无法忘掉 他与母亲争吵时的种种片段 心中还是对他有所埋怨 母亲离世后 父亲纵然悲痛不已 还经常振作精神给我鼓励 只因怕我常一起母亲时 会难过流泪 如今 只剩我与父亲作伴 也更凸显我跟父亲 无话可聊的尴尬处境 有时陪他散步 总会听不进他又碎念往事 虽然那是他情绪的抒发 但我却没发现 隐藏深厚的无奈与失落 我反而像是一个纠察队 虽听着他讲话 却又反驳他 我们之间的交谈 总是用这句话来做结尾 你不喜欢跟我说话 也不要发脾气 如此相处模式 不知重复多少次 某回突然对自己的行持 感受到恐怖 发现自己原来是 这么不善体仁义的女儿 心中总是放不下过往 父母之间争吵得不愉快 而无法好好倾听父亲的心事 想想 我们能自己来改变 不需要求别人去改变 不是吗 更何况 父母之间的因缘 又岂是我能了解呢 因此 我想做个柔和的女儿 开始要求自己 学会倾听 放下过去的包袱 与执着 好好孝顺父亲 就像著名的 一所预言故事 北风与太阳一样 一定要做那个太阳 如今 与父亲之间的相处 日渐融洽 不在他身旁相伴的时候 每天会固定时间 打电话去关心他 有回家时 也会多多与他讲讲话 时间久了 父亲会感受到 我是真的在关心他 本与父亲形同陌路 如今和睦相处 我深知 这是真正学佛后的改变 也是多功文 南摩腔佛亲说的 法音洗涤与加持 而得到的成果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 只有愿不愿去改变的执着 真正的执着 他不离世间 或到的成果 他不是很佬 相处 有用的 也就是 什么 为了 那个 这 以为 不离世间